拍完拍一探,拍完停一探 拍完拍一探,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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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給你,行,你 蹲蹲蹲蹲,對,蹲蹲蹲 好好,這個位置做,做不做 我不想像個鏡頭 拿下 保安 看他的一張 你不要把它剪輯的鏡頭 剪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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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會有關一宗謀殺 商人和報告案件 接下來是由我們新界北總區 科級警司刑事陳天柱 科級警司會向大家交代一下 好,各位五安 今天我會講述 上年11月13日 在上水發生的一宗謀殺案的調查進展 在當日的上午 一名70歲的香港男子 即是案中的死者 就在北區大會堂對出的馬路 被人用硬物擊中頭部受傷 第二天是傷重死亡 事件中也是另一個本地的61歲男子被襲擊 導致眼部受傷 警方到現時為止 總共是拘捕了三男三女 其中有五個都未成年 年齡六個人是介乎15至18歲 其中兩個被捕人 男子分別是16和17歲的年輕人 今日已經被正式落案檢控 他們兩個人會共同被控三項罪名 包括謀殺 蓄意傷人 和暴動罪 他們稍後將會被帶到屯門法院提堂 案件仍然是調查中的 相信仍然是有人未落網 警方較早前已經出了港幣80萬元的圓紅 希望公眾人士就這個謀殺案提供消息 這個圓紅仍然有效 對近來很多入世未深的年輕人犯法 尤其是嚴重的暴力犯法 我們感到非常痛心 更加令人憂心的 是社會上竟然有部分的人 持包庇 縱容 甚至是支持的態度 用各種藉口合理化 浪漫化犯法行為 同時亦都用大量的惡意宣傳 假消息去誤導年輕人 令他們錯誤以為暴力可以解決問題 亦都令市民的守法意識逐漸變得薄弱 警方在這裏強烈譴責所有暴力犯法的人 特別是要譴責那些在背後煽動年輕人犯法的人 我在這裏重申 警隊是絕不會姑息任何犯法行為的 所有的犯罪人 暴徒 我們是一定會將它誠之冤法 請問有沒有問題 我可不可以講了自己的傳媒資料 請問一下有區暴力犯法 有區暴力犯法 對於這宗案件 由於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就著案情我是不會再進一步評論的 但是我們對於查案來說 我們對於這宗案件 我當然是需要一些時間去搜集證據 拘捕 拘捕之後再進一步搜查證據 將所有證據資料整理好 全部交給律政司考慮 考慮完之後就會作出檢控與否的決定 因此在今天我們收到律政司的意見之後 我們今天已經正式落案 控告兩名人士 就是相署了罪名 請問一下 其實他拘捕就拘捕了很久 但現在今天正式落案 其實是否有一些證據 是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或調查 還有想問一下 這個圓圓現在還是有效的呢 是否有人已經是去過圓圓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案情我就不會進一步交代了 但是為什麼 查案一定是需要一些時間 正正就是因為 近期發生的案件 尤其是暴力案件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的人都是蒙面 或者是包到全身陷害了 認人方面也有困難 所以我們是要很依賴市民去提供資料 所以我們的圓紅是出了80萬 是仍然有效的 所有市民 希望他們向我們提供所有有關這些 涉案人的資料 或者是他們當日有拍到一些片的 拍了相片的 或者甚至知道 參與涉案人的身份的 希望他們盡快和警方聯絡 被捕人士就是有無業人士 還有其中一個是有學生的 被諾罕起訴這兩個 很多人和三 你們之間又沒有什麼 或者是 剛才說到有差距3月 去看 除了謀塞和公司上 就是告暴動 是否都有很明顯的證據 甚至他們參與這個公司 以上和犯罪 罪名 其實已經成立了 所以在這裏 也要講為何還需要這麼多時間 因為我們還要找一些其他人士 正如剛才說的 三名被捕人士 他們落案 是告他們 這兩個人 共同 和聯同一些不知名的人士 去參與上述的三項罪名 所以 我們仍然是需要資料 去將那些不知名人士找出來 對於任何消息 我們都不會在這裏透露 消息來源 他和網上一些說法 就是當時那個事件 擊中那位死者是一個女性服裝的人 又說其實那個衝突 是源自一些反對的人 在這裏倒露的刺激 對於那裏的檢查有沒有 我們有一個方法去做 那些有沒有證據 是屬於這裏透露的 都講得很清楚了 就著案件 我不會評論這個案情的 但是我告訴你 這宗案件 所有的證據 已經是交給律政司去研究 包括所有你們見到的 任何相關的證據 警方手搭得來的證據 以及網上 甚至乎市民提供的資料 都一併交給律政司考慮 最後 現在 暫時是有這樣的人 是被我們落案的 案件 都是相關的案件 我就不在這裏評論的案件 好 麻煩你 今日的檢報完結了 請大家 期待 好 Isn't that PN 當然是在斷地上地下的燈 necessity 對市民的施工 其實這個區域來了 多大 chore 對市民的地下 頓探地到區域